在上一段影片 建議大家在脫口罩的時候 用紙巾包好補損 那還有沒有其他 更環保的方法去補損口罩呢? 接下來會教大家 一個檔案去自製可重用的 口罩套 那我們現在馬上看看怎樣做 需要準備的材料有 一個檔案 一個口罩 一支筆 一把剪刀 和一把鞅尺 首先我們就拿起 檔案和口罩 把口罩放入 檔案裡面 然後拿起一支筆 和一把鞅尺 去到量度和畫口罩套的 大小的 這個口罩套的大小是 長10cm 闊20cm 之後我們就可以 拿回口罩出來 然後就用我們的 剪刀 去把它剪出來 當我們剪好這個口罩套的時候 可以在角落的位置 剪一個圓角 避免它會刮傷我們的手 我們這個簡單版的口罩套 就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會教大家做這個 摺疊式的口罩套 摺疊式的口罩套 和第一款的口罩套 的大小是相同的 先畫好口罩套的大小 長10cm 闊20cm 把所需的部分剪出來 在中下方的位置畫一個長3.5cm 闊1cm的長方形 並把它剪下來 然後就跟著畫面的方法去對摺 在右手邊中間對上的位置畫一個 半圓形的粒 並把它剪下來 這兩款口罩套都用同一個 策略去做的 一個策略可以做到一個簡單版 和四個摺疊式的口罩套 我們的口罩套都可以裝到市面上 絕大部分的積氣口罩 希望同學們都能夠了解 多一種方法去保存口罩 希望疫情最一結束 讓同學們都能夠回復正常的校園生活 在你們 пос diarrbulty 一種方法去保存 一種方法去保存 全部方法去保存 一種方法去保存